不知道什么时候 学会了沉默 什么时候 学会了倾诉 兜兜落在 睫毛上的土 才发现 熟起的也会生熟 或许做梦是 误会了自己 否则怎么 能有醒来后的孤独 想的太多 梦的太多 我糊涂 想的太伤 梦的太伤 我盲目 想提声说 却不在乎 可灰飞的心 总是在高处 想提声说 却不在乎 可灰飞的心 总是在高处 不知道什么时候 学会了沉默 什么时候 学会了倾诉 老师 却不在乎 这回事 不在乎 我船上的 我船上的 真正在 安倾 我船上的 穷 我船上的 不在乎 我船上的 我吃了有多次吗 小凡啊 你可真是不知足啊 你看看人家剥黑人民 一家子分一份美国盒饭 那我还是搜的 哎呦 烂墙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这些年养尊主忧 一旦遇到个饥荒战乱 你们连点抗灾病的能力都没有 不吃苦还生罪过了 怎么啦 我们就是不爱吃苦 爱吃饺子 哎哎哎 我可是吃过苦的 您就说那一九六二呢 不过爸说的也对 和平年代太久了 隔三差五来点天灾人祸 对你们年轻人也是个断裂 是吧爸 可谁承想美苏这哥俩 他提前把冷战给结束了吗 多阴险啊爸 这不是明摆着把和平演变 希望寄托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吗 就是 我有时是恨自己生不逢时 为什么我们就没有生长在战争人代 或者多玛里或者柬埔寨 最损也应该是塞尔维亚安哥拉 那地方才叫苦呢 说起这天下的穷人哪 其实咱身边就有 不会吧 这解放都这么些年了 爸 穷人遍地跑看您找不着 那我可就不能不说了 那我可就不能不说了